字幕提供 午安 那我是小明他們好朋友都叫我灰灰 那我從事跟酒有關的品牌行銷的活動策劃的工作 應該將近有20年 對我現在是前理事長 可以見得就是我們公司的夥伴還不夠細心 已經是先前的事 那我之前呢 AQPACE邀請我們來做這場演講的時候 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到底我要叫酒類品牌活動 還是酒類品牌事件 我想了老半天 到最後取捨之下 我選擇了用事件這個字眼來跟大家做解說 那我想一開頭 我也想跟大家聊聊在我心目中 到底事件跟活動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那先講回活動 活動大家都比較能夠理解 特別是行銷活動這個概念 這個用詞大家比較理解 早期呢 樂高沃克這個公司在21年前成立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非常冗藏的名字 叫做樂高沃克公關廣告活動有限公司 最早期的時候叫做這個名字 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當時不只我們跟整個產業界 我覺得大家都蠻confused一件事情 到底活動是屬於廣告還是公關 那經歷了20年過後 當然我們已經在十幾年前 就把名字改成叫樂高沃克股份有限公司 這些冗藏的字眼都拿掉了 但我覺得經歷了20年之後 我一直在思考這件事 我覺得它都是 如果你想要把活動 所謂的定義成 它是廣告的一環是沒有錯 公關的一環是也沒有錯 但是我更覺得一個 傑出跟成功的活動 比較是偏向公關的一環 它的差別點就在於說 廣告我的目的一定是我想辦法 要打到你 我要打到越多人越好 讓你感受到我想要告訴你的事情 但公關在講的事情 可能是我想要透過一個媒介 再做一個更渲染的傳播 這兩者是不同的 所以這20年觀察下來 特別在酒類品牌的路徑上面 我個人覺得活動是偏公關一點的 特別是說 如果它有很強大的公關效益 那這個活動的成功 就被我們定義的成功的指數會高一些 大家可以有空的時候去想想 我這20年來在思考這件事情 那可是活動有趣的事情這樣子 我們普遍在台灣 我們自己傳播業界的人 我們講活動的時候 我們會想到event這個字眼 event 但偏偏event又好像在翻譯上 好像比較偏向於事件 而不是用活動這個字眼 所以這很有趣 我是覺得早期翻譯的人的想法 因為如果你把早期我們把event 不是翻譯成活動 那今天活動通假設叫做事件通 那好像很怪怪的 你就會想到me too事件嗎 對不對 還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件 我覺得可能是中文字眼上面 可能活動在當時翻譯event的時候 的確是比較恰當一些些 有時候中英文常會有這些問題 那快速的介紹一下 就是我自己服務過的品牌裡面 有絕大部分是酒類商品 所以我今天也會拉很多 我自己過去服務的酒類品牌的 這些活動行銷的經驗 來跟大家分享 30分鐘的時間其實並不多 所以我思考了之後 我稍微的整理一下 我只是希望讓大家 從酒類品牌的活動行銷 發展過程當中的一些變化的脈絡 來跟大家談談 這20年來在台灣 至少在台灣 整個酒類的活動 到底經歷了什麼樣的變化 因為我知道今天在場的 在座的人 有一些人是跟酒相關的產業 有一些人可能不是 那我們也許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借鏡 因為酒類品牌至少在眾多品牌裡面 我覺得他在投入市場資源 這件事情是相當豐厚的 這個是比較無庸置疑 所以也許他敢玩 或者他挑戰玩新的東西的時候 是比其他產業來得快一些 所以我們去看他的歷史發展的脈絡 也許可以激盪我們未來去思考 怎麼把一個活動辦得好一點跟傑出一點 那這一頁我想就是跟大家聊聊事件 事件跟擬事件之間的關係 其實 對不起請忽略下面的英文字 我其實沒有仔細去修正到 我覺得我們先看中文字的部分 什麼叫真事件 真事件其實就不是操作的事件 比如說桃色飛文被爆出來 這個可能恐怕不是我們去操作的 但嚴格說起來 如果你去報一個桃色的飛文 是為了炒作一個新聞 它就叫你事件 我說忽略英文是 那個英文應該是我的助理 不小心硬要放上英文 然後放錯的 那其實兩者之間我覺得 最大的差別就是他們 一個是操作一個是非操作者 那事件本身 它都是我們講event的 這個字眼的核心的一環 為什麼我要先談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今天講活動 我今天來到活動通了沒這個演講 我覺得要先去講 就是說我們做的這個event 到底它是event還是activity 兩個字眼你都可以翻成event 那兩個之間的差別 這個是我從牛津大百科上面撈下來的一段話 我們自己可以去咀嚼一下 如果今天是一個event 就是它是發生了 something important 感覺起來event是比較重大 重大的事情 它是public 它是social的 它可能是比較大眾的 那如果我們講activity 它可能是有趣的 praise your的 它achieve a particular aim 一個達成一個你的挑戰的目標 那它是很多很多事情的集結 這個聽起來可能很饒舌 但是我只是想用這件事情來告訴大家 就是這十多年來我自己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教一個辦活動的人 該怎麼把活動辦好 我通常會跟他們講說 請不要辦出一個activity 請讓它搞成一個event 如果你今天做的是品牌活動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搞一個活動 是找你的兄弟到你家去一起來玩個遊戲 那這個我覺得無所謂嘛 或者是說你要找你的姐妹 找一個很有儀式感的地方 喝個下午茶 這種活動基本上它叫活動 可是如果我們要用在商業上的活動 我覺得它必須要到event 它的核心必須要有一個很大的事件被人家關注 然後那個事件是要能夠被渲染開來的 所以我講到這裡大家可以理解 為什麼我一開始破題的時候 我說對我而言一個好的event 其實我覺得它是公關事件 它其實不只是一個廣告 那講到這裡我很快速跟大家分享一個 剛好昨天我跟我一個十多年前合作的客戶 一起吃飯 然後呢在座也有一些比較晚輩 那我們就聊到當年 你知道人很奇怪到了一個年紀的時候 吃個飯不聊一些新的東西 就很喜歡聊十幾年前的事情 我們就聊十幾年前有一次去說服了 這個台灣應該算是最大 當時最大的酒商 現在應該還是 然後說服了他們總經理 把一筆廣告預算 轉移來做實體活動 那個過程是有趣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聊到那件事情的時候 還是覺得說 欸對我們那時候的idea是對的 跟大家簡單分享 我們就在想當時的預算應該只有1100萬左右 好在十五年前 然後1100萬左右 你大概可以 可以稍微鋪天蓋地的打一些電視廣告 平面廣告應該都可以 那當時的報紙還很貴 那那個時候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們那時候大概是這樣計算的 如果你去做一般的廣告 我們計算出來 你可能可以去觸及到五百萬人左右 然後五百萬人裡頭 大概你可以觸及到三成 我記得那時候有計算過三分之一的TA 好就是大概一百多萬人 一百多萬個屬於你的TA的人 因為你是透過廣告 廣告的說服是比較單向的 好所以一百多萬人裡面 你假設你有一半的人 假設七十五萬人 好是真的關注到你這個 這個你要做的廣告 然後呢七十五萬人 在除以三 我記得當時除以三 變成二十五萬人 為什麼 因為有那個就是 我們Reach到的次數 有人人次是相反 就是我看到的 他們計算出來的那些次數 都不是真正的次數 好那在除以三 我記得是二十五萬人 二十五萬人裡面呢 當時我記得我們有計算說 二十五萬人應該可以有十分之一 會因為看了一則廣告 成為你的忠實擁護者 應該沒有問題吧 當時的這個推論應該沒太大問題 就是你很難說 看了一個廣告 看完之後 你就會變成一個品牌的代言人 就說因為這個廣告太讚了 我要出去宣傳它 有這種人 但不多 我們那時候的計算下來之後是 2.5萬人 好 最近睡眠不好 計算這些東西頭腦有點暈 然後呢 我們當時說服他們老闆的時候呢 的說法大概是這樣子 你讓我做五都五場活動 每場活動跨越兩個週末 所以我做十天 當時沒有六都嘛 當時只有五都 然後 當時五都這個字眼 可能搞不好都還沒出現 我記得我們就 反正就做了 北中 高 新北 什麼新竹什麼之類的 就做了五個地方 然後 我們每一個地方停留十天 週末的時候 你平均可以有機會 跟人家很深度的 很深度的交流的 人次大概至多一千 平日大概三百兩百多 平均值大概五百個 所以一個地點五千個人 你讓我做五個地點 我們累積會超過兩萬五千個人 我記得那一檔活動是成功的 我們總共Reach到了三萬個人 這三萬個人裡面 因為他深度跟你Engage 假設我今天只有設定 只有一半左右的人 可以變成我的忠實擁護者 我還有一萬多人 但重點是這一萬多人 他的忠實擁護者是 他真的互動的體驗過 所以他會幫你渲染出來的效果 我們那時候的計算 他可能以當時的邏輯計算 大概需要乘以十倍 就是他周邊的人 或者甚至他去再分享的這個概念下 所以呢 他老闆一聽就說 喔對耶 活動好像比廣告來得強大 我們當時就是這樣子 事實證明 經歷了十多年 我們去看 當時的這個想法還是沒錯 那個取捨還是沒錯 我再分享第二個 也是差不多時間的經歷 就是我們 蘇格登這個品牌 大家應該有聽過吧 但他第一年第二年進來台灣 在台灣上市的那個時候 其實廣告資源是很有限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的說服 也是大量投入活動資源 我們做了非常非常多 能夠reach到一些 以這附近來講就是條通 以中部來講就是那些金錢報啦 或什麼 那些環境的這些大老闆們 我們reach到他們很多 花了很多時間 花了很多活動的交流 讓他們認同這個牌子 然後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超市量飯店開始大賣 為什麼 因為他們回去的時候 會跟老婆講說 這個很順 這個好喝 然後呢 他的這個工藝如何如何啊 然後第二天不會訴罪啊 反正就有這些渲染力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去掃貨 下次辦自己餐會的時候 自己就會拿出來做分享 當時的背景就是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在想說 我只是想跟大家解讀 就是說做廣告這件事情 在過去廣告公關活動 也許這當中的界線 沒有這麼明顯 但是經歷了十多年二十年來 其實已經走到新媒體時代 我們可以用的工具 跟過去的這種廣告的關注度 完全不一樣 現在還沒 雖然還沒有講到最後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現在我個人覺得他可能 現在的社會環境可能更仰賴活動的溝通 不管是實體或線上的 這個是我覺得大家可以關注 那 後面呢 這個行銷 事件行銷停看廳 我那時候想的 停看廳 只是想說用一個口號來跟大家講說 其實我們不管在經歷什麼樣的年代 什麼科技的改變 其實我都覺得應該要停看聽 好去 停下來看看最近有什麼發展 新的科技 看一看你的TA 你的市場 他們需要什麼 好 聽聽看 別人或同行或異業 有沒有一些什麼新的東西 可以拿到我自己的這個領域來做事情 會讓我有這個想法的人 是一個我非常崇拜的一個傳播大師叫麥克魯漢 我不曉得有沒有人聽過他 那我非常喜歡他的一個地方 是因為麥克魯漢其實是推動了一個東西 叫做傳播科技決定論的人 他當時的想法非常非常的前衛 我為什麼說他非常前衛 我永遠都記得他哪一年生的 是因為他是1911年生的 就是中華民國人為了要計算西元 我們一定會知道1911年 所以他今年如果還在就是112歲 那他在1980年的時候就過世了 很早就走了 可是你知道在他年輕的時候 他就提出了一個觀點 當時沒有忘記網路 他就說世界上遲早有一天 會出現一個這個科技架構我們的網路線 把大家的交流變得更方便 然後他當時還講了地球村這個概念 才這麼多年 我覺得非常驚人 然後他講過一個東西叫做 他有一句名言 如果大家有機會 我覺得也可以去查 叫做媒介就是訊息 媒介就是訊息 這個也是影響我非常大的 就過去的人早期的時候 我們認為媒介就是一個工具 他並不承載任何的訊息效果 可是現在的觀點 到了新媒體時代 你會發現選什麼媒介 媒介本身就在說話 他就代表一個力量 這跟過去的所謂的媒介 只是一個終界者傳播工具 那個完全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非常喜歡他 我覺得他 如果套一句現在YouTuber最喜歡講的話 有可能是從未來傳說過去的 所以他知道了現在的世界 那當時他留下了一段話 我今天又把它用出來 他說科技的效果 沒有在意見跟觀念層次上發揮作用 它逐漸的改變的是你感官認知的形式 這句話我非常喜歡 就是我們其實有一些核心的concept 或我們想做的事情沒有被科技改變 科技只是改變了我們去運作這些事情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他講得非常好 我先把它拿出來講 那再回到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經歷過的一些專案 這個是在所謂的社群媒體都還沒有普及 大家也沒有行動裝置的那個年代 我們做的一些案子 那以一些案例當時留下來這些老照片 我去撈這些照片好辛苦喔 因為當時這些照片要拉就要拉那種 攝影師拍的那種幾十妹一張的照片 如果我們大家手邊電腦或者是網路 還有留下來的質素都非常的差 因為當時的科技不允許這件事 然後在當時的環境之下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做很多活動都很仰賴明星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啊 特別是酒商啊 那時候電視的新聞 都還可以大啦啦的播出酒商活動 現在新聞就是都把你蓋掉 你做了一個 鋪了100個LOGO的背板 他一樣把你蓋得精光 不是嗎 所以當時的社會環境之下 如果我們以科技決定論來思考的話 就是它就是符合當時的科技環境 我必須這樣子 我必須找一些代言人 我必須找一些明星來做這些事情 然後我特別講一個東西 因為今天活動通了場子 我要講一件事情 是我現在回想起來 這一場案子是我 我們公司第一次辦那種 超過五千人的Party 那時候還在現在被拆掉的那個世貿三館 二館還是三館啊 三嘛齁 世貿三館 我們在世貿三館的時候 那一天因為五千多個人 所以湧入超多的人 那客戶其實很開心 因為我們的票發出了七千張 你知道以前發那個票 沒有辦法像現在 就是用什麼QR Code這種數字去計算 那你又怕人家不來嘛 所以原本的場地的計畫 就是容納四五千個人 你一定要發個七八千張 我們在夜店裡面狂灑 希望大家來 結果來了五六千個人 然後突然 我們準備的人力 就沒有辦法負荷 就爆炸了 所以一直到 我記得那個 那個誰啊 莫文衛快要開場的時候 外面就開始 鼓動 快暴動 因為他們怕他們進不來 看不到他 但是我們那時候遇到的事情 就是一則以洗 一則以洗 一則以洗 有洗的是說 這個活動受到的關注 很多人想要來 但是優的事情 是我們沒有辦法 把它快速的消化進來 那當時如果 阿QPASS在 我想這個問題應該不在 那這個時期呢 是大概到了 2009 10年 那個時期 我放這個時期的這些照片 它可能來自於不同酒商的一些專案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那個時期的科技進步 還沒有到personal 有沒有發現 那時候玩了好多什麼 投影阿 影像阿 那時候的科技的進步 其實放在大眾 視覺感官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做出來 Event都長這樣子 就是在華山做個精準投影 把華山的房子燒掉 然後這個什麼 做一些很絢麗的舞台 然後玩一些 讓你覺得好像 看到了不同空間的效果 但現在看起來好像 就是一個基本盤 應該是這樣 好 再往前走 走到我們都已經有 這個行動 行動裝置 好 大概我覺得在 11年12年之後 陸陸續續的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酒商的Event 開始改變一個新的樣貌 我們剛剛如果以上一頁看起來的話 這個感覺就是我打造一個舞台 讓你來看 可是我們發現從12年13年之後 通常都是在打造一個舞台 讓你加入 讓你參加 好 那左上角這個是我們之前在高雄愛河做一個最長滑水道的活動 它的目的就是讓你自己去玩 然後讓你自己去分享 然後這是虎牌啤酒上市的時候做了一個溜索 因為它的slogan叫救世感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溜索活動讓你飛越愛河 那這是百富的品牌活動 就是360度的酒場景致的一個沉浸式體驗 我記得那時候我應該是亂講話 我記得這個企劃的當下 我其實只講了一件事情 因為我曾經踏在百富酒場的後山的那個山坡上面 然後看到那個酒場的畫面 然後就說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個畫面讓現場的人看到多好啊 可不可以做成一個環景的大投影就這樣 然後這件事情就發生了 它就是一個23米長的環景大投影 然後讓你在那個空間裡頭 但我為什麼特別停留講這件事情 在現在看起來你又覺得它陽春的 用VR不就好了嗎 真的是跟科技有關 因為當時的科技就出不了這個東西 一直延伸到 剛才有人在問我們前不久做的這個案子 就是格蘭利威的這個 看不太到 右下角 格蘭利威在信義區的這個 應該我們叫它三立方酒吧 那它又開始又啟動了一些可能全新的科技的運用 在新的活動裡面去讓大家關注跟吸睛 所以我用這個去跟大家講就是說 也許各位在思考活動的過程當中 有各個品牌需要的創意背景 每個創意背景都不見得一樣 但我覺得大家千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你要隨時的去 study 現在科技到底可以做到些什麼 這件事非常重要 然後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的這兩三年以酒類品牌我觀察到的一個現象 大家各個品牌都好喜歡搭餐 你知道過去的這兩三年之間 餐會這件事情滿天跑 Accupase可能比我有更多的這個資訊 應該有應該有 因為他們都大部分用Accupase在售票 那這裡面當然有一半以上 也跟我們公司有一點點關係 那它的背景大概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其實我覺得是 餐酒搭配這件事情 我個人認為它本身就容易滲透到我們的生活端 那如果你認同這支酒跟你的食物的搭配 能夠很match 那它無形當中就會成為你未來在宴會 或者在平時用餐的時候的一個選擇的品牌 所以它是一個很配搭的事情 第二個推動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疫情 疫情的期間 疫情的期間也超多餐會 你知道嗎 用隔板啊 什麼消毒啊 做得遠一點的啊 那疫情 我們台灣的疫情是這樣子 大概就是夏天的時候很緊繃 然後年底的時候就開始大解封 大解封的時候大家就拼命的辦餐會 那就導致於台灣現在一個現象 就是我們的餐會非常的多 這也是我覺得是一個很有趣的趨勢 大家其實也可以去思考 就是說 如果你未來策劃你的活動 你的活動不見得是酒類品牌 但你的品牌本身的特質 跟消費者的某一個生活的領域 如果可以結合在一起 我覺得可以去做一些這些整合 你會更容易找到一些對的TA來參與你的活動 好那這一頁是除了酒之外 我想跟大家講說這兩三年也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開始會找一些生活片段來品酒 比如說蘇格登做什麼露營 邊露營邊喝酒 露營的喝酒 包下美術館 這個把酒帶到空中 我們什麼空中品名會 新宇空中品名會就辦了好幾次 格安立威也有辦 穆賀也有辦 然後什麼蒙古包裡面品名 在戶外打造一個餐酒館 啪啪的餐酒館 然後或者是一個街道的某一個角落 非常多這個 那我從最後這兩頁的案例 想跟大家講的事情就是 如果你想知道酒類品牌發展的趨勢 以我的觀察角度 我的觀察角度 我覺得它現在正走向我們的生活化 待會好朋友Jeff要講的 我覺得應該更是 就是辦酒展其實也是在幫大家 創造一個生活的體驗的延伸 酒類品牌也是 過去你想想看 就一路下來 從代言人 從單向的你去觀察它 從變成有幫你打造一個體驗的舞台 你去加入到回到真的跟你的生活的片段有關 好現在的趨勢大概轉到跟生活片段有關 大家也可以去關注一下 那我最後最後是留這一頁就是 我呼應一下麥克魯漢先生說的 他說科技在變 可是有些東西始終不變 我們只是改變的感官嘛 有些東西始終不會改變的東西 在我的內心裡面做一個活動 除了創意之外 大概就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人要從哪裡來 這個永遠都不變 以前 哎呀我今天忘了 我應該把它帶過來 我還有蒐集那種二十年前 我們為了辦一個活動要去做的那個DM 或者Invitation 我們還做過很多很有趣的Invitation 你知道為了吸引人家來 我記得曾經我們做過一個活動 那個Invitation的設計把它做成萬花筒 因為這樣他才會覺得這個東西有趣嘛 會保留 然後我記得那個 跟F1賽車有關的酒商活動的時候 我們做過一個杯墊 那個杯墊呢 直接是像輪胎皮一樣 就讓你覺得很有趣的Invitation 這些人包含印刷廠都失業了 因為現在不太會有實體的Invitation 但是人要怎麼邀請來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然後這些邀請來的人 你下一次要邀請他的時候 你有沒有一個資料庫可以再邀請他 你到底要怎麼管理這也很重要 第二件事情就是 他來了留下來的軌跡是什麼 以前我們要去抓這些軌跡 最好的方式就是寫問卷 那如果你辦四五千個人的派對的時候 你不可能叫他寫問卷 你就只能觀察嘛 然後我還記得我早期的那個 酒商的活動的時候 我們還很辛苦的要派一些觀察員 在活動的現場幫忙記錄一下 那個吧台大概大家拿的九款哪一種比較多 吃的東西哪一種比較多 現在這些東西我覺得未來 特別是AI時代來臨 未來一定有一些方法可以把它管理得更好 留下什麼痕跡是我們想要做的 第三件事情就是走了之後 我到底還能做些什麼 過去我們都說數據很重要嘛 然後搜羅大家的數據 但數據可以再怎麼運用 然後跟這些人可以再怎麼互動 我其實這個問題在我的內心 這三個問題在二十年來從來沒有變過 所以我今天也會一起跟大家留到最後 因為我也想聽聽看就是 阿QPASS的分享 就是這三件事情從技術的層面上面 我還能夠得到一些什麼新的工具或方法 來幫我們做得更好 我今天只是一個開一個頭啦 讓大家就是稍微的了解一下 在我自己從事酒類行銷活動的過程當中 我的心得 然後希望大家多多交流 也是來學習的 謝謝謝謝 謝謝